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这个星座来干嘛 我现在看到自己都想死 这真是鬼才 鬼才到想打他 我随时可以在你面前哭 我真的做得到 你一看我演示就知道我这个很棒的歌手 他们两个把飞机拆烂掉了 他也有他脆弱的一面 做老爸这一生足矣了 哈喽 好久不见 你好你好你好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 会让你突然想起我 让你欢喜 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 爱也重重去 也重重恨 不能相逢 爱也重重恨 也重重一车身后 追逐风 追逐海洋 在人生的大道上 轻轻的我的宝贝 我要越过高山 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时间 再多一点点问候 不要一切都带走 真去转回来 或许花会再开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 会让你轻轻跟着合 就算有些失误 烦恼无助 至少我们都一起支付的心 也许 千飞过了还在等 下一步 一千岁生 行不行 双血无垢 张燕鸣 儿时玩具 老来梦里 最稀奇 来 请 这个面馆还挺大的 现在生意怎么那么好 哈喽哈喽哈喽 你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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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姐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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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都是请来的吗 还是 您好 辛苦 您这汉处的很辛苦 我这要做一些特别的 好 给您菜菜 谢谢 你先忙 这边是 这个餐牌 其实很多小故事 比如说这个字呢 张大清老师写的很好 他字好好啊 然后呢 李安导演常来 真的吗 这边有侯孝贤吗 是不是 是是是 很真是 他是因为靠近什么地方 比如靠近大学 还是靠近什么地方 也不是 靠近大清老师的家 那就是因为 以他作为那个 具点 就含进了一些 特别的文件的人 当初好像就是先有一批 原来文坛的人 在这里聚会 然后我就过来沾点边 我就搬一个文化界的人 这个是谁 都是大清老师的手柄 这是色界 这个是李安 这是李安 这是李安 他为 这是这个 唱歌那个 王力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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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是梁超伟 这边有侯孝贤吗 是不是 是是是 很真是 他是因为靠近什么地方 比如靠近大学 还是靠近什么地方 也不是 靠近大清老师的家 那就是因为 以他作为那个 具点 就含进了一些 特别的文件的人 当初好像就是 先有一批 原来文坛的人 在这里聚会 然后我就过来沾点边 我就搬一个 文化界的人 这个是谁 都是大清老师的手柄 这是色界 这是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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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为 这是这个 唱歌那个 王力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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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是梁超伟 他们都来你这吃过面吗 李安有来过 李安导演来过 王家卫也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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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要吃什么 华姐大哥一般都吃 山东烧鸡 山东烧鸡 我要个泡菜炒大肠 快点快点 我要炸上面跟炸上饭 一点点好不好 对对对 尝尝看啊 我要黄师傅鸡 这黄师傅鸡 您姓黄吗 是姓黄 我这边的黄师傅鸡啊 其他面对面没有卖的 因为他们没有黄师傅 面对面不就是您的吗 对 因为有很多分店 其实外面很多人用面对面这个名字来做 你应该把它去注册 别人不能用啊 来不及 我没想到这么猴啊 哈哈哈哈 差不多了 好好好 够了够了 谢谢 谢谢黄师傅 谢谢 好久没来面对面小馆 真的 几个月前几乎都常来 那个时候又再做一个新的音乐剧 嗯 叫赛雕城 我们看到有介绍 对 我原来自己在做一张唱片 我这个已经要做很久很久 因为三冬三 谢谢 然后呢 我做到一般的时候 这个赛雕城的剧就杀进来 所以我自己的唱片反而搁置了 谢谢 谢谢 我们做完以后 我就变成我自己的原来唱片停摆了 嗯 后来 我就专心回去做我的唱片 嗯 就没有来这里了 好啊 难得跟你约 就来一下 谢谢谢谢 哦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老板娘 嗯 好吃 好吃吗 好吃 这算台北什么区啊 这里是新店区 我知道来台湾的时候 我在读书嘛 那个时候 我住在我哥哥一个同学的家里 就是在这个区 嗯 所以如果在我来这里还蛮有意义 嗯 我这么太多了老板 黄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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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我忘了他姓黄 我以为他很喜欢黄飞 哈哈哈哈 一样的 黄师傅 牛肚包牛腱 哇 全世界只有我在这里做 先介绍这个 这个好吃 这个太好吃了 牛肚包牛腱 那头牛真的为你欺赏太多了 这个组合 哦这个 这个肉好好吃 嗯 嗯 好吃 这黄师傅真好吃 真的黄师傅 嗯 嗯 嗯 这个好好吃 好好吃哦 现在有人说好好吃哦 我怀疑老板请来 哈哈哈哈哈哈 其实不会他们的生意非常好 是吧 他们一直都很好 炒菜瓜 哇 好大 好大一份 黄师傅还有啊 还有啊 没有啊 割大割大 面割大 山东烧西 泡菜炒大肠 炸香面跟炸香饭 黄师傅鸡 哎我好几个月没来一次把它补回来 对 哈哈哈哈 等一下我去一下 拿筷子赶快过来 哈哈哈哈哈哈 对对你们拿筷子可以一边一边筷子真的真的 真的 尝一口尝一口 要不然凉了 来来来来来 拿筷子拿筷子来来来 大尊老师谁连封信给我 词不易 嗯 什么什么歌词想不起来了 嗯 且自味 嗯 有品就好了 很有味道这样子 可是是什么就不知道 啊 我觉得这几句话真的很合我的 嗯 常常忘记的这个习惯 爱上一个人 爱的你 黑色今天永远 呃 这个在 我不为你的人 哭 歌词写错 怎么想让我难过 对你误误的这么痛 你却没有感动我 好可怕 又是我就自己去练一练 就写了 词不易且自味 且自味 好 然后呢 从都外 这里就是一个 就是这个码头这样子 从都外 到云里 到云里 他知道我住在山上 所以啊 从都外到云里 倒过来 我想错了 剪掉 我的公司是百度人 他叫我从都外 从公司 他自己住在山上 到云里 让我也住在山上 您不仅词记不住 还现编 看起来应该不会剪的 这个是很厉害的 看起来不会剪的了 这个 我抽得好严重 佐料剪一剪好不好 好像我故意在编故事 但你编得很好 你看外面就是码头 从都外到游厅 有道理 不对 没有 因为我也住在山上 他也住在山上 所以真的会搞错 我现在很后悔 来多吃一块好不好 我把它剪掉好不好 他不管 他不管剪 管的是他 是这个姐姐 这个姐姐管 衣服好看 这衣服真好看 可是他们都很可爱 真的难得 我喜欢跟年轻人合作 真的 充满的活力 他们两天都集体 每天卡喽可以再练你的歌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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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什么春去春回来 对 可以 只要你愿意 只要你愿意 让我向你心怀 这是我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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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置两口了好不好 谢谢啊 那个我唱了二十年了 所以才会出现 他才说 我要写一些不一样题材的东西 可是这个题材不好找 你算完一个就没了 对 那所以用了三年时间 的确用这个材 待会去我录音室 我放两个给你们听听看 谢谢老板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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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谢谢 谢谢 来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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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大我们来了 我发现每个大学都要有个湖 是吧 然后每个湖 基本都是谈恋爱的圣地 肯定是 是吧 叫什么湖 刚刚您说的名字 最月湖 下雨还挺有情调的 还有情调 天气好的时候 看到两只海龟 就跑出来晒太阳 海龟 好乌龟 我说呢 我还说这边会有海龟 很可爱 然后你一走过去 想要逗它 他就把它跳到水里边去 这是鹅吗 鹅 我还真不能跟我爸爸来 为啥 我爸就问 清真还是红烧 我跟我爸爸去那个 水族馆那种大型的 也是 这个八斤 这个十二斤 清真好 这红烧好 他唱歌呢 声音不错 数学馆 来看看当年华健大哥 在这儿研究 哥德巴赫猜想的地方 没有 如果没有记错 您在哪个窗户后边 这里是有一个教室的 这个冷气机上面 是一个教室 数学研究中心 我们会在这里上课 然后那天听一听 有个同学跟我说 他说 真的听不下去了 早点去吃午餐好不好 我说好 你怎么走 他从窗里跳出来 老师一转头 这个同学是 话都没说完 就真的跳出来了 然后我就坐到那边 我答应大家一起离开了 可是我走不了 我就坐到结束 他就在外面坐到结束 而且我出来 他就骂我 不是说好跳窗出来的吗 我说我不敢 你真厉害 你真厉害 然后我是 现在我们就吃饭了 他说好 一块一块 这个人后来成为数学家了吗 没有也不错 也不错成绩很好的 也是这样子 他才敢走了 当然有没有在最后湖边 谈过恋爱 华健大哥 没有 没有啊 说了如此 斩平解铁 反而让我心生怀疑 下雨还真的蛮有意境的 其实谢谢你们 还蛮感触的 这是体育馆吗 我认不出来的 肯定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我以前真的算熟的呢 现在真的是完全一个新的 你们以前做什么运动 喜欢篮球还是足球 我怎么喜欢弹吉他 这里以前是可以打网球的 现在怎么会变成其实是 是篮球场 又还有橄榄球队呢 您是台大什么 我就是橄榄球队 橄榄球队啊 我的体育 是选了橄榄球 后来那个朋友那个MV里面 就是用了这个概念来 找了同学来玩就玩这个 这样子 这是我以前的舒适 男生第一舒适 可是应该不能进去了吧 哪个是您的楼 应该这个吧 就是红这四楼嘛 要不然就是这个黑的 我有点认不出来 可是应该是灰色的旧的 旧的楼房 有一次我自己来 我觉得难得自己跑去 回到那个房间敲门 门打开 几个年轻人 哇那个内裤啊 袜子啊 铺了满满的 我哥哥那个时候暑假回香港 那个行李回家 一打开 我妈妈开始吐 为什么 她那个袜子全部用过了 塞在一个烧焦袋里面 我妈不知道一打开一熏 马上吐 可是我就觉得很迷人了 那个时候说 我哥哥来这边读书 我也要来 我也要来 后来就来了 好 这么多检测 欢迎到百度人工作室 叫杜船头来 这是我们的一个logo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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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了 我儿子 你好 周厚安 你好 幸会 见过了吧 你好 我想要打工欢俗 莉莉也跟我说 如果不吃蛋炒饭 不能进你家的门 不会不会 不会的 前两天她上热搜我看过 你儿子很壮 他是健身是不是 他昨天才下飞机 昨天晚上 你从美国回来 从美国回来 我妈跟外婆 我可以幻想到画面 妈妈跟安娇跟你 三个每天都 地址这样子 你们在一起回来的 还是就你一个人回来 我一个人过去 你一个人过去的 我妈妈之前大概 早两个礼拜 早两个礼拜去看我外婆 下礼拜回来 然后我妹刚好大学毕业 对 你写字的地方 来看看华彦大哥的那个作品 你有没有练字 没有没有 我最近才开始认真去修一下 你应该写得也不错是吧 OK的 OK的 这是李宗盛大哥 是 应该是二人传 周里二人传的时候 那时候 我们开会的时候拍了一个照片 哦 这画是谁的作品啊 没有 这是一个朋友送的 哦 他走进来我的公司 他说怎么会那么巧呢 我做什么事 他说我不知道 我知道原来你在录像唱片叫花旦周华健 嗯 可是他不知道这件事呢 冥冥之中 而且我后来还真的做了一个这样的造型 哦 你这几年去演出多不多 一般一般吧 今年我的确是空了下来要把这个唱片做完 否则这三年一步要等到就变四年五年六年 嗯 还是今年就把它真的好好把它做完 做音乐是这样 如果你不给自己一个deadline 一个时间限制的话 你会一直做下去 肯定是 肯定是 那如今这个时刻 你要出这样一张专题 花这么长时间做 你的那个动力是什么 有很多自己很想做 可是之前能力不够 或者时间不够 回想一下 之前不管是花心也好 其实不想走 甚至我自己写的 明天我嫁给你 今天我的宝贝 这个都是有市场性的 嗯 你们去聚会 最后一首 朋友 一声 这个都是工具歌 我会不会做一些完全不一样的呢 我就不要再唱以前的歌 嗯 那我有什么歌可以唱呢 那如果我唱出来又是一个朋友二 哦 我们继续朋友 那这个事情就没意义了 嗯 也说白了你也不可能做超越那个 那如果我在音乐上面 我自己觉得很好玩 我真的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 回头看我并没有对不起这个行业 我希望大家听到是说 原来华健很认真 他真的有在面对他自己这个工作 每一个人都需要在不同的时代 找到自己的存在的方式 尽可能在这个市场 依然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那对于周华健来说 他的优势在于我的金取非常多 那我现在可以有我的 我以我的方式 我很慢地去打磨一张专辑 我有我的存在感 这是一种智慧的生存方式吧 到这个阶段 这种压力是你喜欢的吗 压力的确少了很多很多 其实压力最大的时候 反而是我们生意最好的时候 晚一个礼拜没有排第一名 就整个礼拜都睡不着了 很傻先回头去看 你先回头去看能理解当年自己那种工作节奏 那种没有生活的生活状态吗 没有了 已经到了一个根本就是 真的行尸走肉的感觉 要一点点 早上要七点钟要你起来 可是我录音我可能录到两三点 你会其实非常累很生气地出门去工作 居然后来变成你睡到十二点的时候 你不习惯 前面要你这样子的你在骂 可是后来可以了 要你休息的时候你反而不习惯 那个时候很喜欢有个叫销售量 一天到晚都拎着那个数字 来当你的人生标准 这跟我们今天我们要看我们的收视率 我们的什么点击率 我们流量 其实是一个票房 其实是一样的 其实是一样的 这又是我后来很失怀的一个地方 原来真正最辉煌的时期 是整个九零年代 我们是很幸福的 你真的不能够享受到 人家一个一个卡带买回家里面 升了重就把它收起来 然后甚至拿你的歌的歌词去抄抄抄 传给别人 我们经历过这个年代 现在连笔跟纸都找不到了 那那个年代才有它的一种味道 跟那个体润 那我经历过 我反而是很骄傲 觉得很幸福 运气非常好 你等于是把唱片业 这一个整个的过程都走了一遍 几乎是 对吧 因为从你入这个行开始 其实就经历了这个行业 也是 最炒创的时候 我早期出的第一张唱片 都还是黑胶唱片 有黑胶吗 有大的那种黑胶吗 黑胶唱片 对 现在很难找得到 当年那个黑胶要出多少张 如果我没搞错了 它好像一个科片 你做成母带 然后去以后有个机器 你就先把它放一次 它就读出来 它就刻了第一张片出来 干了以后 你就拿这个 放到工厂里面去机器 就拿那个缩胶来 一张一张把它印出来 可是这张金属的唱片 只能印一万张 印大概九千张了其实 那这张就报废了 所以就会出现 有人去拿这个原片 拿回来 把那个编材漂亮 然后把那个标纸贴上去 送给歌手的一张金唱片 当这个唱片是金色的时候 就是你卖过一万张了 然后哇 你今天很厉害 你有六张金唱片 或者说五张金唱片 以后有一张白金唱片 白金唱片就五万张 那到后来你的唱片 每一张都卖得很好 销量好到不行的那个时候 内心是会越来越兴奋 还是越来越恐慌 不会不会 当然曾经有一阵子 是很享受那种 这个是一个销售的 常胜君这样的 当然是非常非常高兴 现在我很重要的一批歌 刚我首过的那个歌 全部都在在九几年的时候 我记得我刚刚进电视圈 我第一次出差 是去青岛拍外景 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 我们是从北京开车去青岛 一路放了你的歌 九三年 九三年 九三年应该放的是 让我开始让我开始 对 一路就是那个 所以那个时候 还是享受过那种 成功带来巨大的快乐 乐此不疲 我要想到个点子了 然后可以 那下手就可以了 之后不时就有 其实不想走 爱上谁 然后每次都有一个 每次都有一个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卡拉OK 都很能掌握这个 大家在唱卡拉OK的时候 他们想唱什么歌 你能够明白 你用什么佐料加在一起 炒出那个菜 我们就是会喜欢的 其实我在开窍的时候 是在我的第二张唱片 那第一次开窍 是在滚石里面开会 我就想一个想法 我讲出来我是助理 我说我决定可以 怎么怎么样 他说你不要 这个是你自己的事 关我什么事 这话是谁说的 李宗胜 李宗胜大哥说的 我不是很懂他的意思 就是我是艺术家 有个感觉 我发号才能够 把歌写出来 是吧 就是你的故事 细节我也不知道 你看到前面一句 你就有个画面 你自己有 我没有 我都不知道你讲什么 然后那个时候就知道 哦 不是哦 我弄一首歌的时候 我应该是站在 听者的立场 一个陌生人 听这个歌的时候 他到底想到什么 他知道了 知道没有用 做不到 做不到 那可是就方向是正确的 就开始慢慢学了 就慢慢慢慢一步一步 就这样走过来 然后就开始到93年之后 就开始很清楚拿捏到 就是卡拉OK里面 怎么大声唱歌了 所以里面就很多酒 很多醉 也就从那个状态就出现了 这样的歌词 你说白应该它有点像广告公司 就是要从你的角度来出发点 不是从我自己的角度 也就是我后来觉得这个是遗憾 因为我在唱歌 甚至我自己写的歌 我为什么不是我自己的心情 可是你前面很享受那个 我掌握到你在想什么 所以那些歌后来 就我们都喜欢唱的那些歌 你都是百分之百 你都是事先就预计到的 是 还有名利这件事情 是不是在人在那个 名利的高峰的时候 当然会享受其中的快感 也会有那个压力 过了以后 在看名利的时候 我会觉得 我不能用可笑这个词 但你会觉得 其实可以用可笑 可以用可笑这个词吗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有一段时间 是拍了很多港片 我们当然知道 好吗 我们也曾经看过 只不过如今 我在看那些名单 我会吃一惊 我说 他演过文艺片 对 差点挖了进来 三个次 你一看我演示 都知道我是个很棒的歌手 可是我傻傻的 还居然戏约不断的 就为了那个穿一个白袍 我现在是医生那样的 我现在拿把枪 我现在是警察 根本是荒腔走板 真的嘎嘎酒 你知道 这小朋友在闹的 也好我算醒得早 然后呢 就终于跟自己的朋友都讲了 我退出影坛了 真的是 这是做了人生最重要的一个 对的决定 然后就更加知道自己 有未来一场 你看你回头看这事都傻的 你做这个事情做来干嘛 我现在看到自己都想死 哪一部戏最想死 步步都想死 我觉得我平常就看 我要回去重新看一下 不要 可是你没办法不试 这些不好的 一定还是要走的 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类似的同行 有过这样的接触跟交流 或者你们都能够明白 作为音乐家 作为艺术家 到某一个阶段 他内心都会要经历自己 跟自己的一种 像是抗争或者说服自己 的这么一个过程 站在一个很高峰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自己 可能开始不知道去哪里了 等那种惶恐 其实最明显的就是 Michael Jackson 他好奇的两个上面 都是在尖叫 在尖叫 在喊上 因为他内心的 惶恐他的不安 是他内心的一种写照 这个是最明显的 所以每一个人 你们都必须要经历 这样的过程 那你说宗盛大哥 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吗 有吧 应该都有吧 山丘整首歌都是讲这个内容 我以为那是 每个人经历过那样年纪之后 都会有那样的人生的感悟 你看看我们最早的时候 有首歌叫 最近比较烦 嗯 你看不是分三个人吗 是 有三个不同角色 他那个词也写得真好 这真是鬼才 真是鬼才 有什么鬼才都想打他 你记得他里面有一句歌词 是不是最近比较烦 比较烦 后面有一班天才在追赶 对 在追赶 那那个词不是我唱 不是另外的人唱 就是李宗盛唱的 嗯 他那个时候已经有压力了 那你看看 最近比较烦跟山丘 差的几乎十五年了 嗯 也就是说这十五年呢 其实他应该都是在 一直在这样的 一直在回头看 前场挂在前面 后来还蛮 我觉得还蛮精彩的 长江什么后浪啊 推前浪 最后这么死在沙滩上了 但其实你只要在沙滩上 你依然 挣扎着坚持着 对对对对 还是能够屹立不倒 没有了 就开始变成两栖动物 然后最后就进化成为 陆地动物 这个比喻很精彩 但我觉得就是又根据 每个人的不同的性格 他会应对这个过程的反应 都会不一样 你的这个反应 可能跟你的性格又有关系 就是反差有一些大 应该是 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周华健 我们会感觉他太逗了 是外向的 是阳光的 是一切都是对的 但其实这样的人 他的反面 我们看不到那一面 一定是更加的 像一个相反的方向 是 蛮两极的 极致 蛮两极的 对吧 也没有什么这个 我随时可以在你面前哭 我真的做得到 可是我觉得这个没意义 我每一个 我写不出来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我很自卑 我就努力一点 那现在更重要 现在就是说 那晚一点 的确你在当中的时候 是很不容易 如果我们把这个话题 提得再更那个 有没有看到那个叫 防止自杀的 他有起到这个 紧急的时候打电话给朋友 自己去外面走一走 那几个点我觉得都很那个 很无助 听起来好像说很 谁都知道了 你还不用叫我 不是了 就怕那一刻 就怕那一刻 我是从来没到了这个地步 可是我很理解他所讲的方法 你现在已经开始是享受这样 相对来说 其实也不叫慢 只比以前要慢一些的 这种节奏 慢很多 以前可能还在录音 第二天直接从这里去机场 你刚开始很喜欢 是用成就感 就是忙的时候 不会抱怨 更多的是觉得 你看这个忙 是我的存在感的一种体现 有可能 但如果我根本没有时间去 一点点生活都没有 我家也根本顾不上 你不会觉得那是缺失 其实都还好 比如说在赶唱片的时候 我会变成 比如说我可能四五点回去 我不如不睡觉了 我就跟他们陪他们吃早餐 陪小孩吃早餐 甚至有时候 我会开车送他去学校 然后回去睡 到时候有时候有看我笑了 整个早餐都没有说话了 他吃他的我吃我的 跟我讲话 没睡醒 可是我这个时间都在 所以他们成长阶段 你并没有因为工作特别忙 而有太多的缺席的那个时间 并没有说真的好像都没看过他 这样子不可能 我现在觉得你太太或你们两个人 能够一起经受住你后来成名 然后这一切所有最大的改变 能够经受住这些考验 是一个运气吧 我说用运气这个词 昨天有两个朋友到我家来 他就称赞了我太太一下 他说我太太把两个小孩都教得很好 然后我觉得这个功劳真的要给他 所以等于你去这几年开始有比较 普通的那种家庭生活的那种经历 应该是丰富起来了 以前有的时候真的也很不好意思 千辛万苦 我们拿了一个礼拜出来 我们又去那里放个假 我去了那边我就睡觉 我有去 可是我没有跟他们玩到 你太太不会抱怨吗 会抱怨 就算有些事 烦恼无助 至少我们又一起吃苦的心 每一次当爱 走到这路 往事一幕 会将我们捞住 虽然有时候 寄予其风 身上我们又一起吃苦的心 那有没有觉得在你成长过程中 你妈妈比较辛苦 其实 最辛苦是她 最辛苦当然是她 她当然也辛苦 可是就是 还要带我们两个毛孩子 毛小孩子 妈妈是比较辛苦的 太太带她跟女儿两个去香港跟我会合 我女儿在香港忙 我去机场接她们 她们出来以后 太太很生气 这样牵着两个人 她们两个 把飞机拆烂掉了 我说她拆烂一部飞机 她这个又扯下来 那个搬过来 咖啡就泼下去 没想想看你在飞机上带着两个小孩 你怎么办呢 那你妈妈真的不容易 我妈真的很厉害 你爸以前的歌你最喜欢哪首 我一直都很喜欢寡妇春传奇 因为我觉得那首歌很有故事画面 百度人的歌我也很喜欢 都是我的所谓 半领历处价的作品 我们去听点你爸的新歌 好 一起去 今晚是什么 今晚 今晚 是什么 大声的摇摇 不是我的风格 舍不得我的沙灯 舍不得 今晚 是什么 舍不得我的沙灯 舍不得我的沙灯 好 舍不得我的沙灯 今晚 今晚 面对面的对面 对上了 有一次出了一个上连给张大春老师 我在面对面的对面 没有对出来 很好 对上了 今晚 是什么 舍不得我的沙灯 今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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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有时候会想得很远 许多年后 活在人生那一年 眼前每张可爱的脸 都会有他们的明天 一张张可爱的脸 什么也难免要告别 有些人不再见了 有些梦一旦忘了 我唱着每一首歌 留住的快乐 有些路用力走着 有些声勇生的离合 我还能微笑着活着 我还能微笑着活着 轻轻我把咖啡就给你写了吗 对 可是他就很惨 幼稚园就全部抓着他来唱这个歌 这有个反而像我们家很少唱 从来没唱过 有那个时候好像国一 有一个同学的姐姐要毕业 然后就请我爸来唱歌 所以我还没毕业 可是我爸来到我的国中去唱朋友 我就觉得很尴尬 他叫我线花 线花上去还滑倒摔倒 全校面前叠了个狗吃屎 哈哈哈哈 啦啦 呼啦啦 呼啦啦 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 啦啦呼啦啦 呼啦啦啦 最後还有避难未来 回来告诉你那一切 亲亲我的宝贝 亲亲那我的宝贝 我要月光海洋 尋找那一世中的彩虹 抓着瞬间世中的流星 我要飞到 他其实也都一直没有把我们 真的排除在他的生活外面 他都有尽他能的所有办法 把我们带进去 让我们知道他在做什么 他也有他脆弱的一面 然后他并不会去隐藏那一面 他并不会去排斥那一面 他愿意在我们面前表达他自己的脆弱 他自己的紧张 他自己的不舒服 哇 做老爸这一生足矣了吗 哈哈哈哈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要不是你问我 要不是你劝我 要不是适当的时候 你让我心动 秒针分针滴啦滴啦在心中 我的眼光闪烁闪烁好空洞 我的心跳扑通扑通比真正启动 朋友一生一起走 那些日子不再有 一句话一辈子 一身情一杯酒 朋友不曾孤然过 一生朋友你会懂 还有伤还有痛 还要走还有我 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 一杯酒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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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一直说来 很厉害 谢谢 很熟 我上次演唱会我就用 我一定会记得你的 其实环顾中国华语歌谈之后 像他这样的这么多坚取的歌手 真的不多 他真的是个宝藏男孩 我们都会是想到周华健 你内心就会很温暖 因为他的歌声就是我成长记忆的一部分 那我也希望唱出那些歌的人 他的生活也会是美好的 获取更多一视频资讯 请登陆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 3w.fgtv.net 或手机下载海部TV客户端 感谢新浪娱乐新浪微博 网易娱乐网易新闻 凤凰网娱乐搜狐娱乐 腾讯看点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欢迎从新浪新闻客户端 网易新闻客户端 凤凰新闻客户端 腾讯视频获取本节目的更多信息 下载网易新闻来网易娱乐频道 新鲜资讯看这里